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 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振宏谈健康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的是 有人问我说 想要知道他自己的条件 适不适合做自体脂肪浓乳 那么他胸部的皮肤比较松 胸部比较垂 他问说这样是不是有影响 就是胸部的皮肤松或紧有没有关系 好,那这个问题呢 自体脂肪浓乳 什么人不适合做 基本上自体脂肪浓乳 它必须要有三道步骤 第一道就是先做抽脂 抽完之后脂肪要分离 要存化 存化之后分到每一个注射的管子上面 再用很好的技术打到胸部 那么注射技术如果好的话 它能提高存活率 降低并发症 降低问题的产生 所以这三道关卡都很重要 抽脂抽得好 那个脂肪当然也会比较漂亮 那抽完以后 这个我们客人回去以后 它的疼痛度会降低 预心会减少 修复会比较快 那如果存化的技术做得好 不要有污染 那么这样的脂肪是非常漂亮的 对不对 反过来讲如果你脂肪在除毛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环境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品质没有顾好 可能呢就导致这个脂肪受到感染 或者这个脂肪的品质没那么好 那这样这个结果就不会太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注射的技术 好所以注射也非常重要 我今天如果给你很好的脂肪 医生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把脂肪都打到他能够活下来的地方 塞成一坨一坨的 你最后的结局也不会太好 所以为什么讲说 这个自体脂肪龙骨人 你们啊 很不要讲你们 就说很多患者或很多女性朋友 想要做自体脂肪龙骨人 却这样子想要去找那种便宜的医生 那用价格来做你唯一的取向 我觉得啊 这个你就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也许你找到的医生不是技术那么好的 那产生一些问题 产生一些无法预期的这个并发症的产生 这个就好像无可避免 所以尽量是选择这个技术好的医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所以他既然是有抽脂 那当然就是一个打麻药 一个手术 所以呢 哪些人不适合 当然就是你麻药过敏 你就不适合嘛 对不对 虽然说这个几率很低很低 不过总是还有碰到一两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女性 还有就是说 不适合做手术的人 你也不能做这个 肢体脂肪丰胸 肢体脂肪丰乳 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手术过程嘛 比如说你有凝血功能异常啊 对不对 你在使用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啊 或者健康食品 你凝血功能受到影响 你瘀青会很严重 那可能就会产生血块 那这个就不太这个是我们要的结果嘛 对不对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慢性病 没有控制好 血压很高 对不对 血糖很高 那么或者是血脂肪 没有控制的很得宜 那这样的情况底下 术后修复可能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种状况呢 就要把这些慢性病 这三高症的状况 要先控制好 你才适合做这样的治疗 所以除此之外呢 只要是你可以做手术的女性朋友 大概你就可以来做这个自体脂肪奉胸 那至于很瘦 是不是这个自体脂肪浓乳 不能做的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呢 其实啊 这个见仁见智 因为邱医师呢 我们有做很多很瘦的女性朋友 那我们这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谈 我今天先回答前面这个 哪些女性朋友适合做自体脂肪浓乳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胸部皮肤如果比较松 乳房有下垂 那这样适不适合做自体脂肪浓乳 其实好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胸部的皮肤比较松啊 其实反而呢 是自体脂肪浓乳 比较好的这个这个对象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皮肤松 其实反而可以打进更多的脂肪 打完以后 它压力不会太大 那这样的情况下 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那么存活率也会提的比较高了 所以我认为 结果反而是会比较好的 那至于下垂的乳房 能不能做自体脂肪浓乳 能不能改善下垂的问题 其实可以的 我曾经跟外国律师 参与一些国际会议的研讨 也有一些外国律师呢 用自体脂肪浓乳 来改善下垂乳房的问题 它主要有两招 来改善这个胸部的下垂 当然第一个先把脂肪打饱满 打垢嘛 那第二个呢 这个两招的话是哪两招 第一招就是在 乳头乳晕的北半球 乳晕以上的我们叫北半球 乳晕以下我们叫南半球 那在北半球这边呢 做一些皮下的这种刺激 让这个皮肤啊 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 那么产生更多的紧致效果 那么做完以后 这个北半球的皮肤就会收缩 那就会把乳晕乳头这个 前面往上抬起来一点点 对不对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呢 在乳晕乳头的南半球 也就是下半部这个地方呢 往下延伸 把这个乳房的下原线啊 往下再制作一个新的乳房下原线 那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乳房下垂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这个有所谓的不同的等级嘛 对不对 看那个乳头跟乳房下原线的位置 如果乳头跟乳房下原线位置是水平的 大概已经第二级了 那乳头跟乳房下原线来讲 如果乳头已经垂低于这个乳房下原线了 那这个已经第三级了 好那这个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就是北半球刺激上 它有点拉上去的效果 南半球制作一个新的乳房下原线 就感觉乳房没有那么的下垂 所以我今天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就说 不适合做自体脂肪浓乳的情况 只有我刚刚讲的那些 再来就是说皮肤如果松 乳房如果下垂 其实反而是可以用自体脂肪浓乳 做出一个漂亮的胸部 像屈尸呢 其实也经常帮一些乳房下垂的女性朋友 做自体脂肪的浓乳 其实效果都还不错 当然如果它要很大的话 可能一次还不够 maybe这个稳定了之后 如果想要更大 还可以再打另外一次 我们今天就先回答到这边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按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 今天就先谈到这边 下回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